谋略干什么 大家诚心诚意来往就好 谋略干什么 谈判的目的 就是要赢人家 然后假装没有赢 要不然就谈判干什么 实际上那些都是闲事 你看公司的买卖 你就两家公司自己谈一谈就好了 不行 他一定要请律师 两边的律师他很有默契 就说这种买卖 其实我们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但是两个小时 你能够赚人家多少钱 所以我们谈谈两个礼拜 两个小时填完了 天天喝咖啡聊天 然后拿他两个礼拜的钱 这就叫律师 其实人类是很愚昧的 多半都在自己骗自己 然后越骗越觉得很有学问 所以大家才知道老子为什么认为说 人类有知识以后 其实是走下坡的 不是走上坡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人类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没有语言的 那时候反而过得很好 有了文字以后 连神鬼都不安 不要说人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把大家的观念稍微调整一下 人只能应变 不要创新 你看现在就是因为创新创新 所以搞得乱变 搞得个乱七八糟 你看水龙头本来都是这样 一打开就好了 现在不行 这样打开不行 哪也不行 压下不行 冲上不行 后来气得很 他们喷的你一声都是 设计师已经将难踩尽了 他遍布出什么花样 你看那些一出来的设计大师 每个人都长得很难看 人要会看这些 而不是读史书 那